為了要順利推動人口一起騎乘搭訪業務 本人管政府進行行禮 本人管人口一起騎乘搭訪 讓搭訪的事物可以順利推行 另外因應日前中央中途的事件 本人管中央書公會 以及本人管中央商業公約公會 也向管政府來提高擁有租入公約書 表示絕對不會用正義 看見鄉親的生命財產安全 人口一起騎乘搭訪 剛才可以現時機面的生活機靈和品質 不分所及會會作為未來幾位正式的參考 我們就順利推動 本人管人口一起騎乘搭訪業務 本人管政府這次也正式行禮 人口搭訪版主廚 未來在利財鄉頂齊也會錄上來實力 那我想這個人口及住宅的普查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透過掌握現在 能夠推動我們未來的政策 透過我們從出生、讀書、工作 以及長者的一個照顧 再加上我們針對住宅的使用 以及生活的機能、生活的品質 來測定未來整個施政的目標以及方向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呢 報告所有的鄉親呢 這是十年一次的普查 那我也希望所有的鄉親呢 能夠請全力來配合 因為是每十年一次的大普查 其中有包括很多國人的資料 調查以及紀錄 不過管政府也特別強調 調查過程一定會優先保護民眾的國人溫習 並會驚訝心驚通知受風候 不會去做成五回 今天呢我們會秉持的三部加二會的原則 各位鄉親都可以不用害怕 這個三部呢就是說 同仁呢他們去不會洩漏個人的資料 第二個部呢就是不會再問調查表以外的資料 那第三個部呢就不會請受訪部提供存者的帳戶 或是帳號這樣子 那二會呢就是說我們那個同仁 他會攜帶著這個受訪的公文 然後他會第二個會他會帶著普查證 他會普查證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另外因應日前中邮中特受驚 這次婚人官中醫師公會 以及婚人官中邮上院東邮公會 也率先向管政府來提高 中邮主任公用書 算是十對不用金邮 加普鄉親四名在三安傳 安傳中邮 安心發白 全亞中醫 婚人官中醫師公會 可以做回顧健康 其實有幫所有的額外 是能夠關關頭的減染 不是那麼簡單就出來了 我們的進口在邊境那裡 就已經每個月都減染了 還要跟我們國內的身上 政府在我們的藥店 也是去搜查 這個用意就是要宣示說 像民眾宣示說 中藥跟中醫 我們其實是一個連動的一個產業 中藥來自於我們不管是 從國外入境或者我們本土的 這個生產的中藥 絕對都是經過 我們這個衛生主管機關 非常嚴格把關 抽驗檢查合格之後 才可以到我們的 這個消費者的手上 今年的真靠補充一期 是在財務的背後 一直到財務的地位置 期間補充完 也要專程掛出一晚來做風險 請要太方向暗身配合來做茶風 那是有人好疑問 他可以像蟑螺才是卡165轉山來煮順 記得我們去看採用報導